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房租到期却怎么也联系不上租户 夏大妈隐隐觉得有一些不太对劲 于是她叫上了物业的人一起撬开了门锁 却在房子里面发现了遇害者 夏大妈吓得够呛 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发现 死者仰躺在卧室床上 双腿裸露在被子外面 大腿内侧和床单上有金斑 女孩是窒息而死 她的面部被胶带缠绕 双手被白色的尼龙绳反绑在身后 卧室非常的凌乱 衣柜有被翻动的痕迹 钱包 手机 电脑等贵重物品都不见了 警方初步推断 这是一起性侵抢劫杀人案 首先要确认的就是死者的身份 死者身高1米65左右 20多岁 身形的很像是失踪的女租客 但是脸部已经没变 夏大妈不敢确认 幸好她当时留下了租客的身份证复印件 女租客的名字叫何曼曼 23岁 安徽人 陕西警方很快与安徽警方取得了联系 通知何曼曼的父母连夜赶往了西安 经过DNN的比对 警方确认了死者就是租客何曼曼 据何曼曼的父母说 他们的女儿初中毕业之后就出来打工了 具体做什么工作 认识什么人 他们也不清楚 警方解剖了何曼曼的尸体 发现她做过面部整形手术和龙胸手术 再加上何曼曼2012年11月到12月间 在西安的多个宾馆里有入住记录 警方的初步推断 何曼曼很有可能是一个现工作者 警方发现 卧室和客厅里的台历都被翻到了1月 几张购物小票上最晚的时间是1月9日 警方还找到了一个照相馆的取照片小片 小片上面写着1月10号可以去取照片 但是那一天何曼曼却没有去取照片 卧室床头柜旁边的地板上有一个摔坏了的闹钟 时间是停在了3点14分 警方推断何曼曼很有可能是在1月9日到1月10日之间身亡的 可能是在凌晨3点左右 也有可能是下午3点左右 警方在小区里面进行了调查 住在隔壁的邻居说 只见过何曼曼一次 没有什么交流 1月9日前后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异常的声音 何曼曼租住的这个小区是刚刚交付的 监控设备还没有安装到位 小区的安保也对何曼曼没有什么印象 警方拿着死者的照片在全市的娱乐场所 酒店和足疗店走访 想要找出认识何曼曼的人 但是一时半会儿还是没有结果 何曼曼这个漂泊在异乡的年轻女孩 似乎没有在这个城市留下什么痕迹 想要调查她的死因 还是得回到那个小小的出租屋里 警方在卫生间的垃圾袋里 发现了一个用过的安全套 里面的精液与死者腿部的金斑比对之后确定 来自于同一个男人 这让警方有些疑惑 如果是强奸杀人 那这个凶手貌似也有些太蠢了 留下了有自己经验的安全套在现场 这是警察在卧室的台历上发现了一行字 一个名字 后面还跟着电话和地址 这个人会跟何曼曼的死亡有关系吗 段刚是个普通的工薪族 32岁西安本地人 他已经结婚 婚后和妻子孩子母亲妹妹住在一起 段刚的生活很简单 每天就是奔波于家公司 孩子的幼儿园之间 2013年的一天 段刚突然被警察带走了 警方让他辨认一张照片 问他是否认识照片上的女子 犹豫了一下之后 段刚告诉警方 照片上的女子他认识 名字叫何盈盈 在之后的询问当中 段刚承认 1月9号 他和化名何盈盈的何曼曼 发生了性关系 他向警方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2012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 大概是8点多 一个年轻女人拦住了她的车子 女人提着行李箱 问段刚可不可以送她去机场 她愿意支付一笔300元的报酬 女人给的酬金不低 段刚也就答应了 去机场的路上 女人主动地跟段刚攀谈了起来 她说自己叫何盈盈 来西安拓展她的服装生意 她在西安认识的人不多 希望能够跟段刚交一个朋友 毕竟有个朋友帮忙的话 一些事情会方便很多 两个人顺势交换了联系方式 几天之后 何盈盈主动地给段刚打了电话 说要请她吃饭 段刚呢 她瞒着家人偷偷付了约 那之后 两个人就有了一些心照不宣的暧昧 段刚一方面感到新鲜刺激 另外一方面 也不觉得发展一段婚外情 有什么心理负担 见过几面之后 2013年的1月9号 何盈盈打电话 约段刚去了她的出租屋 两个人发生了新关系 在那之后 何盈盈呢 就没有再联系过段刚了 她开始以为 对方呢 是回老家过年了 后来觉得 这一段露水姻缘 可能就此了结 却没有想到 再次得到何盈盈的消息 竟然是她的死讯 警方鉴定后确认 遇害者大腿上的金斑 和避孕套里面的金叶 确实是段刚的 但是段刚只承认 和何盈盈发生了性关系 对杀人的事呢 则矢口否认 但是警方并不相信 段刚的陈述 试想 如果何盈盈是一个性工作者 他委身于段刚 却为什么不求回报呢 真的是一见钟情 段刚平时开的是一辆 价值十万元左右的 银灰色轿车 在对这辆车子 进行搜查的时候 警方在后挡分玻璃下面 发现了胶带和白色尼龙绳 这正跟捆绑尸体的 作案工具是一致的 对此 段刚是这样解释的 他和何盈盈 第三次见面的时候 对方说小区周围 购物不方便 就让他买了胶带和尼龙绳 用完了之后呢 又放回了他的车子上 因为不碍事 所以他就一直放着没有动 这听起来 特别像是 段刚编造出来的 拙劣的谎言 但是案发现场的一些发现 却让警方意识到 被种种物证所指的段刚 可能真的是冤枉的 警方发现 卧室里的那个摔坏的闹钟 摔出来的电池所在的位置 不符合正常坠落的轨迹 床单非常的平整 尸体上也没有撕打的痕迹 这不符合这类案件的现场特征 警方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指纹和足迹 整个地面干干净净的 连死者的脚印都没有 入户门的内侧 有海绵脱布留下的印记 很有可能是有人清理过了现场 倒退着把地给拖了一遍 如果这个人是段刚 他为什么清理了现场 却没有拿走垃圾桶里的避孕套 写着自己的电话的台里 也没有清理掉呢 如果这个人不是段刚的话 那又是谁精心地布置了现场呢 正当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 走访调查有了结果 有人认出了何曼曼 一家足疗店的服务员说 何曼曼曾经在他们店里面打工 但是工作了不长的时间就走了 他是坐着一辆黑色的奥迪Q7里开的 那辆车子是闪A的牌照 具体车牌号服务员不记得了 但是他记得那辆车子非常的新 段刚是没有开过奥迪Q7的 而且他的收入水平跟这款车相距甚远 那车的主人究竟是谁 他跟何曼曼的死有关吗 案发前半年内 整个西安新上牌的黑色奥迪Q7 不到20辆 通过排查道路监控录像 其中一辆车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辆车子频繁地出现在 断冈家所在的小区周围 附近的一个饭店老板说 车主经常带一个年轻女子 来他们店里面吃饭 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辆黑色奥迪Q7的主人 名字叫张强 40岁 西安本地人 高中毕业之后 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 1994年 因为坚守自盗和贪污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9年 出狱之后的他 做积电生意发了财 年收入超过100多万 而断冈的妹妹断丽 正是张强的秘书 断丽大学毕业之后 就来到了张强的公司 工作一年之后 张强开始追求断丽 两个人在一次出差的时候 发生了关系 之后张强还为断丽 买了一套房子 张强和断丽是恋人 断丽和断冈是兄妹 而断冈和何曼曼 有婚外情 那张强和何曼曼 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好像就差这一环 整个人物关系 就能够打通了 但是张强却说 自己根本就不认识何曼曼 还反复地强调 自己的生意真真日上 日子过得好好的 没有必要做间饭科 不过 警方很快就在 张强的办公室里面 找到了一部手机 里面有张强与何曼曼的 电话和短信记录 以此为突破口 张强才对警方 吐露了实情 原来 张强和断丽的恋情 遭到了断丽的母亲 和哥哥的强烈反对 家人了解到了 两人相差14岁 虽然说张强的老婆去世了 但是她有结过婚 有孩子 还坐过牢 实在不是一个良配 段刚和母亲觉得 不能够因为张强有钱 就忽视了其他的问题 后来段刚逼妹妹辞了职 却没想到段丽辞职之后 两个人仍然是偷偷地交往 段刚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一气之下 对妹妹动了手 段丽从小就被家人宠着长大 这是第一次挨打 她向她的恋人 倾诉了自己的委屈 张强对段丽说 如果段刚再敢动她 她就把段刚的手给剁了 张强和段刚呢 根本就没有见过面 段丽以为张强 只是说气话 并没有放在心上 却没有想到 张强已经下定决心 要报复段刚 张强心生毒计 开始物色人选 在足料店里面 她认识了何曼曼 何曼曼刚到西安不久 没有什么朋友 从事色情行业 平时不怎么跟家里面人联系 这样一个人 几乎不存在什么泄密的风险 张强告诉何曼曼 她想教训一个人 需要何曼曼勾引对方 上床拍下视频 张强承诺先付4万元定金 事成之后再付15万 何曼曼答应了下来 何曼曼租好房子之后 按照张强的指示 去划伤了段刚的车子 并且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表示愿意赔偿 结果等了很久 也没有接到段刚的电话 只好改变了计划 在段刚的必经之路上 拦车 在那之后 在张强的指挥之下 何曼曼约段刚 见了好几次面 还让段刚买了胶带 白色尼龙绳 最后在1月9号这一天 何曼曼勾引段刚 发生了关系 而段刚离开后不久 张强就来到了出租屋 据张强所说 他到了出租屋之后 何曼曼忽然提出 要让他加5000块钱 否则就告发他 张强觉得 留着何曼曼是个威胁 就捂死了他 之后张强反绑了 何曼曼的双手 用胶带缠绕了他的头部 伪造了现场 对于张强最后的一番说辞 警方有所怀疑 警方认为 张强杀死何曼曼 并不是临时起义 而是蓄谋已久 首先 两个人就是单纯的利益关系 张强已经答应 再给何曼曼15万 怎么会在乎那5000块钱呢 除非那15万 张强就根本没有打算给 其次 张强早早就通过何曼曼 准备好了胶带和尼龙神 如果不是早就有杀人嫁祸的计划 这么做 又是为了做什么呢 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这个案子里的四个人 段刚对何曼曼心身贪欲 明明是有父之夫 对于陌生女子的头怀送报 却是来者不拒 却没有想到碰到的不是桃花运 而是桃花节 如果不是警方刊破了张强部下的迷阵 那么段刚恐怕要受牢狱之灾了 张强则对段刚心身称慧 他做了一个如此复杂的局 甚至不惜杀害一个无辜的人 来嫁祸段刚 只是因为恼怒于恋爱 被段刚给阻挠了 想给他一个教训 自以为天衣无缝 其实不过是自作聪明 可以说是狠毒又自负 段丽则是痴恋张强 被感情蒙蔽了双眼 其实张强一直在骗段丽 同时周旋在好几个女人之间 段丽以为张强深情体贴 却没有想到完美恋人是假的 嗜血的恶魔才是真相 谈 嗔 痴 一桩命案 映照了众生相 而死者何曼曼固然有可恨之处 不过更令人唏嘘的是 警察调查了解到 何曼曼拿到张强给了定金后 去过一次西安外国语大学 去了解学习韩语两年之后 能够挣多少钱 当何曼曼按照张强的指示 把闹钟放在了床头柜上 把胶带和尼龙绳塞进了抽屉 把段刚的名字写在了日历上时 他心里有没有过一丝的警惕和怀疑呢 可能没有 他那个时候或许正冲紧着 走出泥潭之后美好的未来 却没有想到 自己正一步一步地走向不归路 那么 对于今天的事件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讨论 最后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和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